第二省華裔酒莊莊主張忠南夫妻 在中國被控走私案 中國駐本國大使盧沙野表示 事件純屬是商業問題 不應該被政治化 有欣雅樂報導 中國駐本國大使盧沙野接受CTV電視台訪問 表示張忠南的案件純粹是商業走私案 外界不應該將事件政治化 是很幫助解決這問題 現在這個案件已經進入了法案 讓法院做自己的工作 張忠南的女兒張利寧 就希望本國的政客可以幫到她父母 她先後同過保守黨新任黨令希爾 新民主黨黨魁唐文凱 以及外交部長方惠蘭回面 方惠蘭向她承諾 會將這件事放在工作的手位 不過張利寧還想見到總理杜魯多 我希望她要告訴她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交易問題 如何影響各國民族在加拿大 在外國工作 我希望她要知道我的故事 希望她能幫助我父母家 將忠南夫婦被指佈低進口 至中國的冰酒售價 兩人和一名酒莊前員工被控酒屍 三名被告承認控罪 不過張忠南的律師就強調 張忠南犯的只是無心之失 不應該被控以刑事罪名 好嗎 這就是小沙格 我會想要給你 打開 打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